当迪拉巴的所作所为真相被揭露时,我不禁被深深地感动了。 近期,娱乐界见证了明星迪利热巴的独特时尚声明,引发了广泛讨论。 作为娱乐界中闪耀的星星,迪利热巴做出了一个微妙而重要的举动, 在公共场合选择遮盖胸部。 这一行为,虽然执行简单,却蕴含着更深层的意义和文化细腻, 值得我们更加仔细地审视。 以优雅和专业著称的迪利热巴,在金星在一次直播中指出 他在红地毯上的遮凶行动后,面临了批评。 这点燃了互联网上的辩论,意见从指责其作作到称赞其专业分歧。 但这个行为背后是否有更多的内容? 迪利热巴选择遮盖自己并不仅仅是对时尚规范的回应, 而是文化尊重和形象管理的融合。 作为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胸前双手是表示尊重和对传统的爱的传统姿势。 这一行为,远非人为制造,反映了迪利热巴对自己文化遗产的自信和骄傲。 在一个外表至上的行业里,迪利热巴的做法既是专业必须,也是个人选择。 他常常面临穿着有品牌或造型师设计的暴露服装的困境。 通过遮盖自己,他以尊严应对这一挑战,保持了形象,同时不妥协自己的舒适。 这揭示了在光鲜亮丽的演艺界背后,常被忽视的牺牲。 此外,迪利热巴的做法是一种精明的时尚举措。 在一个习惯性遵循常规的世界中,他以独特的风格脱颖而出, 使每一个姿态成为时尚和文化身份的声明。 他的行动展示了对形象管理的深刻理解和在行业中保持引人注目地位的承诺。 迪利热巴的遮凶举措远不止是简单的形象保护, 他也是一种文化表达的巧妙舞蹈。 每一次公开露面都像一篇文化散文, 回想着他对传统的爱和对观众的尊重。 这种平衡了形象,文化和时尚的做法, 使他成为娱乐界的一颗耀眼之星。 他决定遮盖胸部的做法,不仅是时尚选择, 它是他个性的表现和对他文化根源的致敬。 在炫目的演艺世界中,每个明星都努力闪耀, 迪利热巴的方法使他脱颖而出, 成为行业中最独特和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在欣赏迪利热巴的选择时, 我们也能对演艺界幕后的复杂性和压力有更深的理。 解。 这提醒我们要透过表面, 欣赏维护公众形象所需的多方面努力。 在演艺界这片星光璀璨的海洋中, 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光芒, 而迪利热巴则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 王文斌通过迪利热巴的新疆舞蹈展现中国文化。 近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信息司副司长王文斌在Facebook上分享了一段视频, 引起广泛关注。 视频的焦点是中国著名演员迪利热巴正在表演新疆舞蹈。 这不仅仅是一条简单的社交媒体更新, 它迅速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热门话题, 尤其是在微博上。 这段视频取自当前流行的综艺节目《花与少年丝绸之路记》。 这不仅仅是一段舞蹈, 而是一幅生动的文化表达和交流图景。 迪利热巴身着新疆少数民族服饰, 在向观众介绍她的服装的同时, 还展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疆舞蹈。 她的表演不仅仅是娱乐, 更是教育。 她的演出成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 向国际观众展示了中国传统的美。 王文斌选择分享这一刻非常有意义。 他与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的精神完美契合。 这个节目邀请不同年龄的七位嘉宾探索丝绸之路国家, 庆祝十年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成果。 对于王文斌帖子的反应是压倒性的。 超过1100个赞, 数百条评论和分享这些数字 讲述了一个社区与这一信息共鸣的故事。 诸如太棒了。 我喜欢迪利热巴。 以及中国国企表情符号的评论 显示了观众之间的深厚的自豪感和联系。 这种分享舞蹈视频的行为超越了单纯的娱乐, 它是对文化理解和欣赏的策略性和温馨的推广。 通过迪利热巴舞蹈的迷人旋律, 为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 让人们一窥丰富的中国文化。 这是一个微妙而强大的提醒, 在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宏大策略中, 文化的软实力可能是最有共鸣和影响力的。 杨幂新作《匠元弄》在先演艺巅峰, 挑战自我再进一步。 杨幂确认出演即将上映的电影《匠元弄》 这一消息引发了他众多粉丝和整个娱乐圈的热切期待。 在过去的几年里, 他不断担任多种角色, 包括与秦浩和张子怡的合作, 展现出强烈的事业决心。 杨幂之所以与众不同, 是因为他坚定不移地多元化自己的角色, 并扮演那些能够挑战他的技巧和创造力的角色。 近年来, 他与杰出演员秦浩和张子怡等人合作, 展现了他在成为艺术家方面的承诺。 这个有意识的选择参与能够挑战他极限的项目, 是他坚定事业决心的名证。 杨幂在娱乐界的征程始于很小的时候, 他从小就开始了演艺生涯。 他的才华和魅力迅速让他成为了明星, 但正是他在《相公》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这样的历史偶像剧中的卓越表现, 巩固了他作为一名领先女演员的地位。 这些剧集展示了他作为演员的多才多艺, 以及他能够深入塑造复杂角色的能力。 然而, 杨幂并没有止步于历史剧。 他积极寻求挑战性角色, 这些角色让他探索不同的题材并扩展自己的视野。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他与秦浩在《谍战惊悚》片 《哈尔滨1944》中的合作。 这个项目将他引入了间谍和阴谋的领域, 展示了他的适应能力和愿意扮演非传统角色的意愿。 现在, 随着他即将在《将园弄》中出演的角色, 杨幂再次准备挑战自己。 由著名导演陈凯歌指导, 与张子怡等杰出演员携手出演, 这部电影承诺将为观众带来全体演员的引人入胜的表演。 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 与他以往的角色有着明显的不同, 这将允许杨幂深入探讨一个需要更多深度和细腻表现的复杂角色。 这个角色不仅仅是用一个演技挑战, 他也代表着杨幂形象的转变。 以其美貌和魅力而闻名, 他将在这个角色中增添深度和神秘感。 这证明了他对自己公益的执着, 表明他不满足于休息在过去的荣誉上, 而是不断寻求作为一名演员的进步。 此外, 杨幂将与妮妮和赵丽颖等其他才华横溢的演员一同出演, 进一步提升了电影的质量。 这些杰出演员的结合承诺了 观众和评论家都热切期待的难以忘怀的电影体验。 对于杨幂来说, 自我挑战不仅仅是一种事业战略, 它是他个人和艺术成长旅程中的不断追求。 他愿意跨出自己的舒适区, 扮演不同的角色, 这反映了他对自己公益的深刻承诺。 这种执着不仅尊重了他自己, 还有助于娱乐业的发展, 为新一代演员设定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在我们急切期待《将原弄》的上映时, 很明显杨幂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将是他 职业生涯的一个新里程碑。 他不断重塑自己并扮演复杂的角色, 不仅保持了他的粉丝的兴奋, 还为娱乐业的演员设定了一个高标准。 随着每一个新项目, 他继续激发和迷住观众, 提醒我们卓越的追求无止境。 总之, 杨幂决定出演《将原弄》, 是他坚定不移地挑战自己, 并在公益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名正。 从同兴到多才多艺的女主演, 她的职业生涯轨迹体现了他不懈追求, 成长和创造力的决心。 有着卓越的演员阵容和引人入胜的剧情《将原弄》, 拥有成为杨幂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之一的所有缘。 素, 随着他的粉丝热切期待, 他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这个复杂角色的演绎, 很明显杨幂在娱乐业的顶峰之路还远未结束, 我们只能期待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未来, 会呈现更多卓越的表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